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网站上在维护期间 有中国网民发现 在万豪英文版网站页面输入台字 下拉菜单中出现台湾的台中市 台南市和台东市 竟然都被标明所属于日本 据查询 除了万豪英文版网站 万豪日文版网站 也将台湾台中市 台南市和台东市列入日本 据报道 在英文版与日文版网页上 输入台中市 台南市或台东进行搜索 万豪网站给出的推荐酒店均位于东京 近日 万豪酒店集团 在发给其中国会员的活动邮件中 把西藏列为了国家 就在万豪官方微博几度发声明致歉的同时 其又被指在推特上点赞藏读言论 针对万豪邮件门 错误点赞等事件 上海市网信办于北京时间 2018年1月11日 责令万豪对官方中文网站 中文版APP自行关闭一周 开展全面自查整改 彻底清理违法违规信息 上海网信办次前发布消息称 万豪国际集团已经在全球范围全面自检公司网站的相关中文内容 接近完成相关筛查和修正 据悉 万豪已推出八项相关整改措施 加大监管责任 赋予中国团队更多核查监管职责 除了不断表态道歉的万豪外 美国达美航空 西班牙Sara 美国美顿力军已被责令整改 三家相继道歉 中国突然对在华外国公司的整改 引发了不少关注 多维新闻曾刊文指出 这次在华外国企业 被整顿释出的确突然 毕竟他们在华经营多年 但中国今天突然发力 自然显示出了不同的意味 他们的行为是吃中国饭砸中国锅 中国利规矩是必要的 今天的美欧企业遭到整治也是同样的思路 支持你这个人数以为你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